武学、医学、禅学的最高境界,在德建师傅眼里一直是他出家的初衷。 从十三棍僧旧汤王到现在的少林武术表演团,少林武术在世人眼里已经带有了很多神秘的色彩。 今天在德建师傅这里,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功夫。 它是歌卖家。 那您这种,就是这个应该是少林功夫里边不再有表演性质的。 不是。 全部是实战的。 为啥就功夫呢? 功夫呢,他上面先不讲好看,但练出来的好看。 现在的好多都是花拳秀腿,而这个不是。 他想练好看,但是答不到好看。 你比方说他有些练的,意味着这个是好看,就这样。 这个,是不是挺好看? 大家听,挺舒展,但他不是那么一回事。 他是这样的,他是,是这样。 有些人说少林权是外公啊,就是硬,是不是? 他里边油,油脊升钢。 钢,他是通过油才能升钢。 他练到一定程度,接印无比。 但即接印,即油合。 他不是说是油脊。 他一致的时候,他一步之遥。 他说钢的时候,他就能把刀绷断。 他说油的时候,那就棉花。 四两秒,四两秒还有筋。 他是这样的。 他来说,这个帽子宣钢。 我来说。 我来说,这个帽子宣钢。